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回味经典系列 一直有朋友的崔庚这个系列 说我很久没有拍一些老物了 那这一期的话就给各位专门来介绍这一款 我心目中在我个人入坑十多年以来 排列上非常非常前面的一款玩具 经典系列的Psychoners狂飙 或者叫做疾风 当年买这一款的话 完全是一个因缘忌讳的巧合 那个时候呢 他推出了一款三人包 分别是这个Lodimus 还有这款Psychoners 那当然你现在也可以买到这两个双人包了 我当时买了这个三人包 还有一个是谁呢 这个Gavazon 当时我是为了得到Gavazon去买这个组合包的 那对这个家伙呢 我完全是不期待 结果没有想到他是三个里头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 那这款这个Hara的话呢 就普普通通吧 但是这一款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在官方的话呢 我这十多年来吧 他还有推出Combiner Work的Voyce Class 还有最近Kingdom的话也有推出 那第三方也有一些像MMC之类的 都有推出Psychoners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跟这一款相比的话呢 绝对都是基于一个劣势啊 你把它反过来这样看呢 好像也说的过去 好像也是一个造型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底盘的话呢 有三个支架啊 非常平稳的 可以把玩具放在桌面上 它的一个毛病的话呢 可能就是这两腿 后面这个地方呢 它的下下面这一块 它完全是卡上去 靠着关节的紧实度 把它卡上去的 然后两腿中间的话呢 也没有结合了卡扣 靠的是这个手臂 折到后面来之后呢 把它形成一个固定 但是呢 它的关节紧实度呢 至今真的非常的紧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 把玩的时候 还觉得它是一个过紧 差点就要拿细油起来 把它给上了 然后呢 不是把它给上了 是把它上细油了 那这个的话呢 是附带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迷你卡还是什么的 它稍微的话呢 去变形一下 就可以完成一个 小型的一个机器人 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就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手臂三头零度转动 头的话是卡死 不能懂的 原则上就把它当成 一个小型的附赠品 就可以了 那机器人形的话呢 就就就还是 嗯 机器人形的话 我觉得普普通通吧 我们的话呢 就还是呢 把它变成是一个枪的形态 那这个枪的形态的话呢 待会呢 在人形状态下 就是变成它的一个武器啊 我们就简单的 把它完成一个小变形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好 暂时就把它放到一旁去 我们来进行一下 这款非常精彩的 Psychonus的一个变形 首先的话呢 把它的这个卡扣呢 给松开来 把这个脚呢 人物的脚跟手呢 做个简单的分开 我们先把腿部给完成 它的腿的话呢 是一个 大 腿的前面跟后面呢 是分开 然后去包住大腿啊 这个地方拉开 你看到吗 这里有连接感 把它拉开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拉出来 然后两侧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 我手上这一款啊 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啊 它的紧实度还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 完全这个手感啊 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玩具 可以去相提并论的啊 查得可远了啊 这个尽管这个 Kingdom那一款非常的优秀 而且是Voyage Class 但是真的跟这个家伙比起来 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反折 手臂扣上来 手放下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这个卡扣 把它给松开 这个卡扣也给松开 两处的卡扣都给松开 松开之后呢 这个机翼啊 反折到后面去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顺势的把它给 拉出来 然后呢 手臂呢 做一个简单的反折 那么这一侧的手呢 就算OK了 另外一侧的话呢 一样转上来 这里做个卡扣的结合 手臂正常反折下来 然后呢 这个有个卡扣 把它给松开 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 一样卡扣松开 反折到后面去啊 那各位 没有发现 我手上这一款 其实我是当年 是有上墨线的 还有做一些 简单的小补色 当时因为都看老肖的节目 他都会给玩具上 上色嘛 所以我们会跟着照做 然后呢 这个后面这一块啊 把它给 不对 这两个 先打开好了 先把这个部分给打开 忘了这个地方 好 先打开 然后呢 这个飞机的这个 这个 尖头是个软胶啊 啊 推进去之后呢 要拔出来有一点点困难啊 有一点点困难 有时候需要用到工具啊 你看我像我这个就刚抠到指甲裂开了啊 有一点点 嗯 不是很愉快的一个经验了 这个拔出来的经验不是很愉快 把头转一下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Psychonus的一个变形过程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作为一款这个 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它的身高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修长 这是当年的一个Deluxe等级 我们就拿出啊 最近这个 到了Kingdom系列的这个 Deluxe等级 可以看到这身高 是增长了非常 不对 应该是缩水了非常的多啊 我们差点把年代搞错了 是哪一招 然后呢 它的这个武器 那你又发现到 它的两手是做成不一样的一个造型 对 这一手的话呢 是专门使武器的 那另外一次 因为它只有一只武器 所以另外一只手的话 自动把洞补起来 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说 你一定要弄 这个只手拿武器也是可以 你翻折进来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孔洞的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的把这个 后面多了一个图 你可以把它直接扣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要实现 换手拿武器的话呢 就只能够用这一招了啊 把它给扣上去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不是很蠢吗 这里多了一个洞啊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嘛 不要辜负官方把这个洞补起来 你知道吗 若干年后官方拼命的 拼了命的挖洞 你知道吗 现在他把洞补起来 你要偷笑了啊 几年以后你就知道 满身上的洞 那种感觉有多差了啊 那他的动在哪呢 在这个大腿内侧 还是有了啊 那以这个家伙的活动关节的话呢 除了腰不能动之外 全身几乎你想得到 关节都能够动 然后呢 眼部有个非常好的一个透光性 这个红色的眼睛 手臂平举也没有问题 360度的转动 二头肌的话呢 不是在上面 是在偏下面 我当年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是说他没有 二头肌 其实是有的 只是比较下面而已 拳头无法动 外面那时候是有的 这一点比较难得 没有这个脚的接地 但是你想想看 这是已经超过 十几年以前的玩具了 当时的话呢 这一款的可动的话呢 已经算是非常的优秀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后面 这个背包 几乎是空 空的 几乎是整个是一个扁平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身形 又有武器啊 然后武器本身又可以变形 那这个家伙本身的一个配色啊 人形的比例啊 载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程度 还有变形的一个流畅度呢 都是属于一等一的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玩具 强烈的推荐呢 这么多年之后呢 网路上呢 还是有机会看到他 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特别是还有 网路上我还看到有这两个家伙的组合包 台币呢 只有一千一百块钱而已 买起来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比你买现在的玩具呢 划算不知道多少倍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